家庭呢,是社会很重要的基础 那么很多的功能呢,都应该由家庭担负起来 那么师父也说,我们可以把家庭,把婚姻当作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道场 可是我们也发现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 晚婚和不婚的人越来越多 甚至有人说,晚婚和不婚将会是另一种社会公害 真的是这样子吗?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父您好 陈佳姐好 师父,您是不是谈谈您对晚婚和不婚这样的现象,您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这个社会啊,潮流是这个样子 为了能够自己的肆意基础打得更扎实一点 为了自己的修问或者是姿色能够更充实一些 晚婚好像也是对的 还有现在人的年龄啊,跟过去不一样 那社会人啊,现在的人比过去要长得多 过去所谓人生其实古来西 那现在人生其实不稀奇,那就是说人的寿命比较长啊 所以这个晚婚的这个习惯啊,从西方来讲,一直到现在的人来讲 凡是这个比较开发的国家,或者是文明的社会,大概比较是晚婚的 人如果没有啊,一个家庭的话 你一定需要有一个私衣作为你的安身丽命,或者是你的兴趣作为你的安身丽命 或者是呢,你有一个怎么样子的环境让你安身丽命 否则的话呢,你会感觉到啊,这彷徨无依,也好像茫茫 不知这个何取何从 因此呢,所以有一些人呢,需要结婚的 需要这个,所以设婚年龄的时候,需要应该结婚 否则不结婚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对社会不负责任 那因为他自己觉得没有责任感 而如果是结婚以后,他是都会考虑到有个家庭 有个孩子 还有呢,他在觉得茫茫不知所亦然的时候呢 他终究到还有个家,可以回家去 是,但是也不尽然 现在,比如说在花莲地区的,在原住民来讲 以及现在的这个欧美社会 也来讲,这个离婚率非常的高 是,所以结了婚以后,他可以随时离婚 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所谓单亲的家庭啊,相当的多 这个是结了婚啊,结了婚以后也生了孩子了 生了孩子以后呢,结果究竟谁不负责很难讲 究竟是父亲不负责,还是母亲不负责很难讲 而使得变成了一个单亲的家庭 这个早就早很好嘛 就是结婚以后,社会年龄结婚就很好嘛 是未必见得 是 所以是在我立场来讲 我不是看那个年龄层次结婚 说是应该结婚,晚安或者是结婚早 或者是应该要结婚或者是多生 我不看这个问题 我只是看到这个人是不是心有所记,心有所托 或者是呢,他这个人自己有没有个责任感 是 如果有责任感的人,哪个年龄结婚都是可以的 所以师父并不认为说,这个不婚或者是晚婚就是一种公害 那是因为啊,有一些人看到许多的没有结婚或者是晚婚的人 制造一些社会的问题 制造一些啊,破坏人家家庭的问题出现 所以是把它当成公害来讲,来看 这个可能呢,有一点偏颇的 这个是个社会问题 用不能够说,这个是就是因为婚姻是结婚 或者是不结婚,晚婚或者是早婚的问题 在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 那么很多人他说,我其实我也是不愿意不婚 或者说我也不愿意晚婚 可是我凝缺勿赖呢,我没有碰到我喜欢的人 是,那么对这样子的人啊 对这样的不婚族或者晚婚族 师父给他们什么样的中顾建议 这个相当难说的 对我来讲,我是一个没结婚的人 这个,但是我看到婚姻的问题蛮多的 有些人因为没有得到对象 那因为太挑剔了 这个年轻的时候想要追求什么样的这个标准 到年纪大的时候标准越来越高 这个因为子役的条件又来越好 那就是要求越来越高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又想找到对象很难 所以是不要太理想 不要太啊,这个理想化 理想化是有问题的 像徐智慕他这样的人 是讲究理想的 不断的追求 追求浪漫的 结果他对婚姻是最糟糕的 这个胡思汁他不浪漫 他是一位非常自由的 非常开放的一个人 非常现代化的一个人 但是他因为他有他的 知学思想 他的一个知学思想 就能够让他知道 安生、利命 不是把那个太太终身 叫做安生、利命 他那个安生、利命 是从他的思想的 这个理念的 而不是把那个子役的生命 寄托在他那个太太身上去 另外一个人的 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去 那个太浪漫了 夫妻不是一个浪漫的 夫妻是共同生活一辈子 互相的共患难的 同甘苦共患难的 而不是老是在 夫妻两个人在一起 我写一首诗 你也写一首诗 我画画 你也画画 当然了 富装富裁 能够做的这样子是非常好 否则的话 太太、先生 能够彼此之间 能够谅解 彼此尊重 这个就是很好的夫妻 所以我是 对晚婚 或者是不结婚 这些 我没有意见 我认为多好 只要他自己 这个人 能够有安身的念处 否则的话 结婚 晚婚 早婚 对问题 谢谢师傅的开始 师傅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把人生的意义 完全寄托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所以自己要有一套 安身立命的想法 那么我觉得活法 就是一套这样子 非常好的遮协 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 在下一集里 来分享活法的智慧 一种苦叫做爱别离苦 我们都知道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圆缺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但是呢 当跟心爱的人分离的时候 我们难免还是会心生忧苦 甚至呢 欺燃泪下 怎么样才能介绍 这种爱别离苦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傅您好 听一下就好 是 师傅您是不是首先跟我们说明一下 佛法里面所说的爱别离苦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苦 爱别离苦可以啊 有好几类啊 一个是呢 亲子之爱 一个是呢 男女之爱 还有呢 朋友之爱 亲子之爱啊 跟男女之爱 是最痛苦的事 也是最亲密啊 最甜蜜的事 这亲子之爱呢 主要的是啊 站在母亲的立场 站在父亲的立场 看孩子 并不是站在孩子的立场看父母的 孩子的立场看父母 这个感觉上 没有那么的浓厚 也没有那么的要强力 而父母 对自己的子女 这是非常的知足的 因为是她生的 从小把她长大的 要离别的时候啊 是相当苦的 就是 女儿要出嫁了 是 或者是孩子要出远门了 是 也是不舍的 现在的人 比如说 去当兵当然舍不得 去留学也舍不得 对 我好几个朋友 女儿或者儿子要去留学 哭得稀里哗啦 我说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这是莫名其妙的 是啊 但是呢是正常啊 就叫做爱比利福 因为自己的孩子 老子在跟前 从此以后呢 就是孩子 翅膀已经长印了 长印了啊 从此以后 离开了以后啊 回来的少 离比的多了 她的感觉上是这样子 这个 其实呢 从小生的时候 就应该知道的 这个你生出来 比如说你现在 这个陈小姐 你有了女儿 也有了儿子了 你现在心里就要有准备 一定现在要有准备 你要没有准备的话 因为那个爱比利苦 一定是很痛苦的事 长大了 女孩子一定要嫁人啊 男孩子一定要出远门啊 你这舍不得也得舍得 一定会离潮 一定要离潮嘛 对对对 这个离潮以后 你就变成空潮 对对对 那么这个呢 就是心里有了准备 那这个离比的时候 为什么苦 如果心里没有准备 那是舍不得 那是舍不得 到最后你要舍得 舍得舍不得都要舍 这个时候是痛苦的事 另外一个就是 男女子爱的 爱比利苦 结了婚以后 没有多久 新婚夫妻要把它分离 这个是非常痛苦的事 或者是呢 还没结婚 两个人正在谈恋爱 那要分离了 如果爱得非常深的 那是痛苦的更厉害 如果爱得 没有那么深 那就没有那么痛苦 我记得 我从大陆 从大陆上海啊 到台湾来的时候 我是跟着军队一起来 好的 我是个出家人 没有事 这个 我的父母也没看到我 那我也没有女朋友 因此呢 我轻轻松松的 就进了部队上了船 可是我看到 有好多 这个 这个 青少年呢 他们有男朋友 不是 有女朋友 他们也有父母 他们要走的时候 相当痛苦啊 很难割舍 相当痛苦 上船 还没上船之前呢 就是意义不舍的 你看着我 我看到你 你叮咛 我叮咛 上了船以后啊 想失魂落魄 然后一直到了台湾以后呢 心里面想到的呀 连做梦 都是在 还是想到他的 亲人 爱人 这种情形啊 非常痛苦 有时候 会流眼泪 偷偷地流眼泪 这个 想到自己的爱人 想到自己的亲人 这个就是爱必利苦啊 那另外呢 就是朋友的 直接的关系 这种爱必利苦又比较淡一点 可是朋友 有的是真情的朋友 生死之交 生死之交的朋友 那要离别的时候也会很痛苦 这个我想啊 人 人的 这个人与人之间呢 如果有一分 这个爱的 这种有爱 或者是情爱 存在 或者是亲情之爱 男女之爱 那要离别 的确是痛苦的 那在我一个 站在佛教徒里面上来看 佛教徒也是人 我做了个法师 我也是人 我也是啊 有邪 有弱的人 那对于 这个亲情之间的分离 你是不是也有一种 难舍的 这种感受呢 也有 比如说我的 母亲啊 当我出家的时候 我的母亲舍不得 那个时候 我的母亲在哭 我也在哭 我也会流眼泪 有一次 我出了家以后呢 我在山上 已经上了山 差不多一年多 我的母亲来看我 那 我的母亲看完以后 她住了一天 她要下山 这个时候我的母亲 好像又 要下山 又舍不得下山 好像又叫我回去 那我也不能回去 这个时候 心里还是觉得 非常的 不是很快乐的事情 这个时候 我就转变我的念头 我但愿 以父母所生我的生 能够来报父母的恩 怎么报呢 因为父母所生我的身体 有限的生命 来奉献呢 我们这个世界更多的人 那么使得更多的人 从父母得到利益 那就一次来报到父母的恩吧 要不然的话 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父母也没有办法 怎么样子报恩的 那我是这样子一想的时候呢 这个念头一转了 心里面比较安慰一点 爱别离苦就淡了 爱比较淡一点 是 谢谢师傅的开示 人是血肉之躯 难免呢 都会有爱别离苦 怎么样来化解这个爱别离苦呢 在下一集里面 快点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 佛法的知识 天若有情天亦老 可见爱情 友情 亲情 这虽然都是我们需要的 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温暖 但是呢 可能也带给我们很多的痛苦 我们怎么样来化解爱别类苦呢 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 师傅您好 师傅您刚刚 您在上一集里面提到 就说 人在生里死别 会感觉到苦 这是因为有爱 有情在里面 那是不是 如果我们不要爱 不要情 就不会有苦了 不可能啊 因为这个佛说 我们的众生的名字啊 就叫做有情 有情众生 草摩叫做无情众生 人类叫做有情众生 有情就是从这个爱产生的 爱什么 第一个爱是爱自己的生命 第二个呢 爱自己的跟生命啊相关的 这个人的生命的相关的呢 我在上一集里面讲到 说亲情 亲情 因为这个生命啊 一代传到第二代 这个是生命相关的 那这个爱情也跟生命相关的 这是有了男女的结合 才有第二代的出现 这个结合就是啊 跟生命有关的 那么有情之间呢 跟生命呢 不是那么的 直接的相关 但是间接有关系 人活在世界上 这个人呢 一定需要他的呀 这个养分 除了啊 饮食的是养分之外呢 必须要从精神上面 是 也要得到啊 一种啊 滋养 滋 滋 滋润 那 友情就是最好的 这个 这个滋润剧 那么这也可以说 跟生命有关系的 所以是跟生命 息息相关的 这个就是爱 这个就是情 所以是爱情 这两个字啊 如果说是否定它 或者是说 就是硬生生的把它欺断它 这个是不呵护啊 这个世间法 也不呵护啊 所以人情的道理 但是从伏法的立场来看 就能够化解啊 我们所谓爱比利苦的这些问题 是 呃 因为 从伏法看 亲情也好 爱情也好 友情也好 这都是呢 因缘法 嗯 因缘 能够啊 使得大家 生活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能够彼此啊 互相的 互助 合作 嗯哼 这个是因缘 是 但是因缘聚 因缘善 这个 是天 尽地义的事 是 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说 天啊 有不测的风云 是 这个人呢 有淡系的祸福 对 还有说呢 天上的月亮啊 有阴情缘缺 是 人间呢 有备欢离合 那这个 聚 善 这个是正常的事 生 与死 也是正常的事 有聚 有善 才能成长 有生 有秘 这是过程 是 如果没有生 没有秘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老是停留在 一个现象之中 也觉得很无聊 嗯哼 也不能够成长了 是 那有聚 友善呢 能够变化 这个多彩多姿 这不是很好吗 聚善 今天 这个 这个两个人在一起 明天跟那个两个人在一起 其实 已经呢 把 这个两个人的关系 联系到 另外两个人的关系上去了 这个彼此的关系呢 已经扩大了 关系扩大了 层面扩大了 层次提高了 不是很好吗 是 所以是呢 我们要看看去聚善的这种事实 这是必然的 既然是必然的 我们为什么要痛苦 嗯哼 而且呢 聚善这个过程 聚善这个现象 是我们成长的一个 嗯哼 一种啊 一种力量 或者一种啊 一种啊 一种关系 是我们 能够这个 生命的过程之中啊 让我们更充实 能够更饱满 那不是更好的一种事吗 所以从这一方面去看呢 呃 这悲欢离合啊 悲欢离合 这个合的时候也不一定 那么的 那么的这个 高兴 太兴奋了 离的时候也不需要那么的 悠苦啊 嗯哼 这是说 呃 这是一个正常的事 这是应该平常的事 所以我从复发的观点来看 常常叫人家 要用平常心 是 来对待 所有的一起所发生的事 嗯哼 那我们就说 这是分离 呃 那也是一种 呃 是暂时的现象 是 也并不是说永远分离的 嗯哼 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来讲的话 可能 跟农村社会的时代 有不大一样了 是 比如说我们今天 呃 在台湾的人 都可以把纸机放到马方楼上去 那随时随地 对面就是在谈话 是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种啊 呃 呃 时代 还有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爱不利苦 嗯哼 现在问题就是说 自己所喜欢的 嗯 所自作的 不希望离开自己一步 老是要希望跟自己在一起 这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嗯 所以要转变的 其实是自己的心境和看法 是自己的心境转变 呃 那自己不要认为啊 这个离别 这是一段坏事 离别 你就把它当这个好事来看 还有离别 等于没有离别 是 以现在的时代来讲的话 是 是 就是身体没有在一起 嗯哼 其他的完全在一起 嗯哼 这个精神在一起 那我们 这个 原是个人啊 是个高端动物啊 能够精神在一起 我们 随时可以 互同有无 互同生气 那不是够了吗 为什么 还有那么痛苦呢 是 谢谢师傅的开示 那师傅告诉我们呢 聚散是暂时的现象 而生命呢 是一种过程 所以呢 我们应该用 平常心来看待 也期待它会给我们的生命 带来更多丰富的变化 欢迎你下一集 继续跟我们一起 跟下国防的智慧